一架观光飞机刚刚起飞 没想到下一秒就发生故障 机翼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生断裂 机上的游客内心慌得一批 驾驶员拼尽全力想要控制住飞机却无济于事 在五毛钱特效的加持下 飞机以500码的速度一头栽进了海里 巨大的冲击力让飞机瞬间解体 值得庆幸的是咱们的女主玛丽成功活了下来 她四处张望寻找同伴 却意外发现海里有一群鲨鱼正对她虎视眈眈 这要是被他们盯上必定是尸骨无存 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阵呼喊 原来是男友马克和闺蜜小黑 三人抱团取暖寻找自救办法 玛丽将附近有鲨鱼的事情告知二人 现在必须尽快上岸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幸好旁边有一只冲气皮挺 玛丽和小黑顺势爬了上去 可男友似乎有自己的想法 她看到不远处有一座孤岛 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 她想爬到上面去呼叫救援 可孤岛四周全是崖壁 爬上去的难度可想而知 玛丽极力劝阻男友不要贸然行动 可男友向头绝驴怎么拉也不回头 殊不知这将是她最后一次绝将 还没等她游出去多远 悲剧就发生了 三头鲨鱼闻着胃朝她扑来 一口将其拉入海里 两个女人被吓得惊声尖叫 随着一股血水涌出 男友当场隐恨西北 成了鲨鱼的午餐 看到男友死在自己眼前 玛丽脑子一片空白直接愣在原地 可三头鲨鱼似乎还没吃饱 又转头朝她扑来 小黑见状赶紧呼喊同伴 终于把她从猛逼状态中拉了回来 一人三杀上演速度与激情 她跑她追她插翅南飞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在小黑的帮助下 玛丽一个鲤鱼打挺翻身上船 鲨鱼紧随气候扑了个空 暂时逃过一劫 但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 危机并没有解除 即使鲨鱼不再来反 海上的高温制烤 加上没有淡水补充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脱水而死 两人一致决定 划着皮艇前往孤岛 可这鲨鱼就像 上过学师的格外聪明 开足玛丽一个 恶狼飞扑撞向皮艇 巨大的冲击力 将玛丽和小黑掀翻下船 这下可遭了个大高 两人背靠背组成战斗姿态 可他们似乎忘了 这是在水里 一个不留神 小黑就被拽了下去 他奋力挣扎 却毫无办法 最终也被鲨鱼 分食了得干净 玛丽趁机迅速 朝皮艇游去 再一次惊险逃过一劫 同伴接二连三命丧沙口 现在只剩玛丽孤身一人 前有狼后有虎 鲨鱼随时都会再次来袭 他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不知过了多久 长时间的暴晒 加上没有淡水 玛丽已经奄奄一息 就在这时 希望出现了 一艘快艇从眼前飞驰而过 他拼命挥舞双臂 企图引起船上人的注意 可距离实在是太远 转眼之间 快艇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希望再一次落空 绝望的情绪 充斥在他的脑海 自杀的念头随之产生 与其这样慢慢等死 不如来个痛快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匕首 对准手腕准备一了百了 可他突然又想起家里 还有父母等他养老送终 经过一番心理斗争 求生的念头 最还是终战胜了恐惧 他重新振作起来 挥舞传奖继续朝孤岛进发 女人被困大海 长时间的烈日暴晒加上没有淡水 她的身体已经逼近极限 水里还有几头高智商鲨鱼 正在蠢蠢欲动 只见鲨鱼一个飞扑将皮艇扎漏了气 皮艇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扁了下去 玛丽健壮赶紧加快了滑奖的频率 朝着孤岛迅速前进 可鲨鱼并没有善罢甘休 而是继续发动攻击 就在危急之时 玛丽一个猛子扎进水里 朝着竹筏游了过去 眼看鲨鱼一点点逼近 她一个要子翻身成功捡回一条命 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在这鸟不拉屎的汪洋大海上 怎么会莫名出现一个竹筏子呢 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导演故意安排的 来不及多想 玛丽开始四处寻找有用的求生工具 这竹筏虽小但五脏俱全 她在箱子里找到了一卷绷带包扎伤口 又发现一瓶矿泉水 直接蹲蹲蹲喝了个饱 补充完水分之后 她又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 更让玛丽兴奋的是 这里竟然还有一把信号枪 顾不得大白天会不会有人看到 她迅速子弹上膛 朝空中打出一发信号弹 然后坐在竹筏上静静等待救援 就在这时 她隐约看到不远处的海面上飘着一个人 定睛一看竟然是个活人 她赶紧抛出绳索 想将女人拉过来 轻微的动静引起了鲨鱼的注意 朝着他们飞速袭来 在二人的默契配合下 女人成功爬上了竹筏 鲨鱼再次扑了个空 可以转眼又消失在茫茫大海上 劫后余生的二人紧紧相拥 内心的恐惧拉近了他们的关系 原来这个女人就是这竹筏的主人 女人向玛丽诉说 自己名叫珍妮 昨天出海打鱼 结果遭到鲨鱼的袭击不幸落水 所以沦落到现在这部田地 幸好有玛丽出手相助 要不然自己就要命丧沙口了 两人相互安慰之后 逐渐冷静下来 他们很清楚现在危险还未解除 随时都有可能命丧于此 就在这时 卫星电话里传来声音 对方声称是救援队的 看到信号弹之后便马不停蹄赶到这里 果不其然 一艘快艇停在了不远处的海域 竹筏上的两人终于看到了获救的希望 玛丽还不忘提醒救援人员小心鲨鱼 可话音刚落 鲨鱼便加速撞向快艇 男人不慎掉落水中 另一个同伴连忙伸手去拉 然而下一秒 男人的手臂被鲨鱼一口咬掉 凄惨的叫声不绝于耳 男人一个没站稳也掉进了水里 这下一来 两名救援人员也成了鲨鱼的小零食 短短几分钟 希望又变成了绝望 竹筏上的两人蜷缩在一起瑟瑟发抖 看着不远处的快艇 他们知道那就是活下去的希望 现在要想办法过去 可鲨鱼一直在周围游异 游过去必然行不通 最终经过一番思考 二人一致决定 与其犹豫不决担惊受怕 不如和鲨鱼来个鱼死网破 两个女人被困海上 周围一群鲨鱼正对他们虎视眈眈 就等着他们体力不知掉进海里的那一刻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自救的 珍妮把绳子的一头系在一块大石头上 玛丽拼命拍打水面吸引鲨鱼的注意 可这鲨鱼像是成经了一样根本不上当 玛丽健壮决定舍身拼死一搏 只见她奋不顾身跳进海里 奋力拍打海水弄出动静 肉身勾引鲨鱼现身 这一招果然奏效 鲨鱼一下子被她吸引 骑刷刷掉头朝她飞扑而来 见目的达成 玛丽迅速返回竹法 等鲨鱼靠近 珍妮化身大力士 使出浑身力气拉动绳子 大石头在重力作用下从天而降 不偏不已正好砸在鲨鱼头顶 鲨鱼当场一命呜呼 眼看计划成功 竹法上的两人开心不已 然而这只是一条鲨鱼 还有两条正在水里等着 要想逃到对面的快艇上 必须得干掉另外两条 可悬崖上已经没鱼可以用的大石头了 这下该怎么办 正当二人不知如何是好时 老天又给他们报装备了 海面上飘来一只鱼枪 这可是捕杀鲨鱼的好武器 玛丽毫不犹豫跳进海里 想把鱼枪捞回来 动静引起了鲨鱼的注意 再次朝玛丽扑来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珍妮拔出匕首跳进水里 和鲨鱼展开近身肉搏 我的天啊 看到这我不得不对导演表达由衷的敬佩 经过一番血战 两人竟然奇迹般地把鲨鱼打跑了 可珍妮腿部也不幸被鲨鱼咬中 玛丽帮她简单包扎了下伤口 由于长时间剧烈运动体力消耗过大 加上没有淡水补充 珍妮很快陷入了昏迷 鲜血透过竹筏缝隙流进海水里 浓重的血腥味刺激到了鲨鱼 他们再次发动攻击 玛丽手持鱼枪叙事待发 等鲨鱼高高跃起的那一刻 玛丽迅速扣动扳机 精准命中鲨鱼头部 又成功干掉一条 现在离最后的胜利只差一步 就当玛丽高兴之时 鲨鱼一跃而起 将昏迷中的珍妮脱下了水 你杀我同伴我吃你姐妹 玛丽心里那个愧疚全写在了脸上 可是转念一想 姐妹不能白死啊 快艇就在不远处 不如趁着鲨鱼进食的时机 抓住机会游过去 她纵身一跃跳进水里 拼了命地往快艇游去 此时此刻她爆发出了 前所未有的动力 另一边的鲨鱼发觉她想逃 又调转沙头朝她扑来 在最后一刻 玛丽成功爬上了快艇 还没等她缓口气 鲨鱼再次发动攻击 船身开始剧烈晃动 她一个没站稳量呛倒地 等船暂时平稳 她赶紧发动船只想要逃跑 可以想到惨死在鲨鱼口中的同伴 她气从中来 一定得为同伴报仇 她抱起船上的一罐氧气 等鲨鱼再次发疯似的 朝快艇扑来时 她瞄准鲨鱼的头部 使劲敲击氧气罐 随着五毛特效触发 鲨鱼头部瞬间爆炸 终于结束了她罪恶的一生 劫后余生的玛丽 靠在船头 脸上洋溢着胜利者的微笑 好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